68. 山頭都市報 移動閱讀開引扣區 S世界亞裏文學發布今年戰略 2015年7月26日閒息讀書十三中陳早前 亞裏文學潮開2015戰略發布會 宣布將以移動閱讀為突破口、報局網絡文學市場 同時公布針對作者和版權商的合作政策 打造開放的版權戰略 與合作方共享版權 會上亞裏文學環與新浪閱讀 《塔讀文學和長江傳媒》正式簽約 達成深度戰略合作 將在微博自媒體平台的作品互動傳播 新裔作者的聯合簽約配養 Etalks大數據的作品定制出版 以及影視和遊戲IP衍生等多方面展開實質性合作 亞裏文學總編輯周雲表示 移動互聯網的到來樣 P.C. 互聯網時代任何行業的領先者優勢都不再那麽明顯 網絡文學也是如此 數據顯示 我國手機閱讀活約用戶4.9億 其中網絡小說佔了全部閱讀門裡的60% 手機網絡文學使用率為44.4% 網絡文學已成為根網絡視頻 網絡遊戲、網絡購物、網上支付 同等重要的主流互聯網應用 周雲表示 亞裏文學在移動端有惡書城之詞 其Etalks的缺瀏覽器是全球最大的第三方移動瀏覽器 日活約用戶突破1億 此外書其小說在移動閱讀類合中也是排名前三的應用 隨著移動設備普及和移動支付方式的成熟 用戶可以隨時隨地進行閱讀 移動互聯網增加了用戶的閱讀時間和閱讀量 用戶付費意願增強 同時用戶網民消費往移動端轉移的趨勢非常明顯 這些都放大了單一用戶的價值 周雲認為 移動閱讀時代 開放版權合作 充分信任自己的合作夥伴 讓優秀作品在不同定位的閱讀平台間流動起來 並讓閱讀領域以外的玩家也能參與超級IP的打造過程 顯然具有更大的意義 忠誠